大家好,歡迎來到香港青年協會 分享學習快樂時刻 書展的時間位1AC21 今天很榮幸,我們很開心 邀請到我身邊的Ms.Fat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有請Ms.Fat 你好 我是香港的藝術家Ms.Fat 我有一個Ms.Fat Studio 剛剛創立了今年十年 一直做自己的創作和藝術教育 不如說一下,你承擔Ms.Fat 有沒有一些訊息想帶出來 在我中學時有一個風氣 就是很喜歡減肥 那時候我記得很多同學都說 叫我去減肥 我就很不喜歡這些社會的現象和風氣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 就覺得我想去創作一個很堅強 很自主性很強的女性的形象 其實Ms.Fat是我的自畫象 嗯 就想將自己成為一個投射 做一個很標準的自己 很不怕這些壞風氣 或者是很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的女性 你剛才就說過了 你成立的時候是想達出給公眾 不一定是首先等於尾的 你有沒有一些其他的訊息 是想遲些會帶出來的呢 例如,因為香港現在很多的重建項目 可能有很多關於保育的議題 或者例如全球來說 可能關於環保的議題 其實都自己會關心的 所以都希望身為藝術家 那我也覺得有一個責任 用藝術去做一些記錄 那就記錄我現在這個世界 或者現在這個香港社會的現象 和關心的東西 但其實你是何時開始 會用這個畫畫的形式 將你這個訊息帶出來的呢 其實呢 我是在我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患過思覺失調的 那時候其實是靠畫畫 去將我晚上見到那些很奇怪的影像 或者聲音呢 就用繪畫的方式畫出來 那其實說回來 其實已經是中學的時候 我已經用繪畫 去表達我心裏面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人未必理解到的影像 或者聲音 明白 你曾經用過這個畫畫 那會不會遲些的時候 可能會用這個小說的 可能會做一些漫畫的 拍電影的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 文字 我相信要鑽研一下 明白 但是我試過畫一些公仔做動畫的 都是講關於土瓜環重建項目 關於保育的東西 所以都想的 其實都想多元化發展 那其實因為我知道你有開班 去教別人去做這個肥蛙 那你遲些的時候呢 會不會是開班 專門教一些 可能是沒有什麼自信的小朋友 又或者是曾經患過思過失調的學生 利用這幅畫 利用這一個療程 去令他們提升自信呢 你會不會 其實呢 過往十年 因為自己的經歷 其實呢 我也有出去不同的社福機構 甚至是醫院 一些不同的學校學院 我也有出去做一些講座 是講關於藝術和心靈健康 或者我分享我自己的創作的經驗 怎樣去康復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一路都有做這些的分享和教育 那我們見到我們這張桌子呢 就是Ms.Fat帶了一些材料來的 那不如就示範一下怎樣去做你的布袋 好嗎 那其實今天就會介紹 怎樣去做一個叫做圖像移印的布袋 那我先介紹一下那些材料先 那首先我們會有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布袋 那其實基本上棉質或者麻質都可以的 或者絲質都可以的 那然後呢 我們很重要的有個主角呢 就是呢 叫做冬青油 那這個冬青油呢 其實是藥油來的 在藥房會買到的 那但是留意的 冬青油 不要用冬青膏 我明白 即是你擦肌肉痛那些 通常人們用冬青膏 啊啊 但一定要用冬青油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叫做乾粉彩 那乾粉彩呢 基本上你摸下去 用的時候 有點像粉筆 那但是呢 它那個顏色的濃度是比粉筆好多的 是的 鮮色漂亮很多的 那接著呢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移印的 那我們呢 這些圖案 無論是黑白 或者彩色都好 那都是要是雷射印 碳粉打印的 嗯 Inject 不行的 一定要用碳粉打印 那我就可以把它剪出來 剪的時候是不需要貼邊剪的 那然後呢 那你就會說 那些星星裡面 是不是可以加些顏色呢 嗯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用這個乾粉彩的時候 那油的時候 我們呢 是不需要避開一些黑色的 是 我看到你乾粉彩的時候呢 會比較容易有些粉 是 是 怕不怕在上色的時候呢 可能會弄髒 可能側邊有些粉 那樣的 其實也是的 所以呢 通常我們上課的時候呢 就會叫同學們 首先你上顏色呢 可能擺在桌子一邊 明白 例如好像我現在這樣擺在這裡 嗯 然後呢就先油了顏色 嗯 然後呢 如果你多餘的粉末呢 其實你看現在多餘的粉末呢 其實你看現在多餘出來的粉末呢 我們就可能呢 將它倒進一個盆子 或者倒進桌子旁 一些 不會弄髒自己的袋子的地方 就是這樣 中間的位置呢 有些顏色是混合了 其實 上色的時候 怕不怕會不停地遇到這個狀況呢 其實呢 是 沒有問題的 明白 除非你很不想它們混合了 嗯 但是其實呢 我們用乾粉彩也好 其實跟平時畫畫一樣 你可以 溝飾啊 或者做一些漸變色效果都可以的 完全沒有問題 例如我現在就會 把多餘的粉末 然後 這個步驟呢 大家就一定要記實 因為呢 通常呢 每一堂都有小朋友坐的 明白明白 就是呢 有顏色 有公仔的邊 就向著 布袋面 就不要這樣擺喔 是這樣擺 即是 其實背部向著自己 跟著我們呢 就拿個手指 點一點點的東青油 這裡倒了一些東青油 在這裡 然後呢 現在就塗到圖案的背部 那裡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因為呢 太多會發生什麼事呢 太多呢 它會化 即是它 因為其實是靠東青油 溶解那些碳粉 明白明白 所以如果它太多 它就會化 哦 在下完東青油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木雪條棍 這樣呢 就去刮 其實呢 有少少像我們小時候玩的 那些 印水紙 是啊 印水紙 要鋪上去之後刮 其實呢 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用粉筆 或者其他顏色去取代這些乾粉筆 其實我試過用粉筆 但是呢 顏色很淺色 淺色的 所以都是乾粉彩 是 效果最好最漂亮 那刮到差不多 不要整張拿起來 按緊一邊 揭開一點點 看看行不行 那如果呢 你說啊 有些地方還未夠深色 你就可以蓋上去圓位 嗯 然後呢 就繼續 用少少力 少少時間 去刮 直至那個公仔圖案 你覺得滿意 夠深色為止 明白 先整個拿起 可不可以的 就是可能在這裡拿乾粉筆 點一點的東青油 油上去 可以嗎 哦 其實呢 如果這樣呢 就很容易化的 明白明白 有時候我們如果想製造 即是用粉彩去做一些自己的圖案 即是不靠這個星星的 就這樣畫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 就這樣在一張白紙上面 然後就畫一些圖案 然後就好像剛才那做法 蓋上去 由東青油再刮 那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化開的 另外呢 就是呢 你的布袋就是很薄的 可以看到的 是 怕不怕其實可能會滲出來 下面那一層的 哦 是的 所以呢 其實呢 每次做的時候 我都會有張白紙 明白 放在裡面的 哦 格格的 我呢 帶了一些彩色圖來的 那彩色圖呢 就是例如好像這個圖這樣 嗯 這個就是MISS FAT 嗯 那彩色圖的好處就是 例如 有些人可能他很喜歡拍照的 那他拍了一些很漂亮的風景相 或者例如好像我這樣 有些人很喜歡畫插畫 那他就可以好像我用我這個方法這樣 自己用一個Laser Print 印了一個公仔出來 然後呢 就這樣 彩色 即是用回它的色彩色 就不用自己再塗上去 嗯 那就直接將它 塗冬青油 就印上去 但都是要用碳粉的 都是要用碳粉的 都是要用碳粉的 明白 我們選擇圖片 都是有個要注意的東西的 那麼 黑白圖呢 最緊要就是它那個 Conscience夠大 嗯 要很清晰 那些圖案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彩色圖的話 最好就是盡量是 顏色一點的 嗯 因為呢 移印呢 其實就是把碳粉的顏色 移印到布袋裡 那就是說呢 表示著它其實是 不是100%的顏色 印到布袋裡 嗯 它是可能有些剩餘在紙上面 那所以呢 如果本身你那個圖 那個顏色都不夠 reach的話呢 那印下去呢 就更加淺色了 那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剛剛這個 就是用了它的圖案 已經上色的圖案 就會印上去布袋上面 是的 那其實除了雪條棍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動工具 是同樣可以壓到顏色出來的呢 盡量要用木 因為呢 我試過有些是膠的棍子之類 那其實呢 會有時東青油呢 是會融解到那些 可能比較薄身一些 或者的 即融解了一些膠 它會有些粒刺刺的 那今年呢 我們就知道了 是Miss Fat的十周年了 其實是什麼東西 這麼堅持你 一直去做這個Miss Fat的公仔 去堅持這十年呢 其實我想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是靠藝術治療好起來 即是那時候我 思覺失調 情緒病 那我發現 原來藝術這件事 是真的可以抒發到自己的情感 可以 亦都可以造成一個橋樑 跟人家溝通 即是告訴別人 原來我有這樣的感受 我晚上見到這樣的影像 那所以我很希望 一來自己繼續用這個藝術創作 去抒發自己的情感 一直陪著自己去成長 二來就是我很希望做推廣的 例如我去到醫院裡面 或者去到一些機構 告訴一些更生人士 或者告訴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原來藝術是這麼有力量 這麼有好處 能夠可以幫到他們的 都希望做多一些這方面的事 那你接觸過這麼多的年輕人 有沒有什麼說話 你是想借著這個平台 去跟他們分享一下 我想其實如果 你是想從事藝術創作這個範疇 那其實 一來要很努力的 因為香港做藝術創作的路 是非常非常之艱難 那你除了靠自己努力之外 那也都是剛才說過 就是要很多元 你要學很多種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媒介 那你才能夠在不同的範疇 藝術範疇裡面 都發揮到 你自己的一些創作的意念 多謝Ms.Fat 來跟我們介紹了她的報製品 以及去解釋 去講解她的生路歷程 我們再次多謝Ms.Fat 多謝 謝謝